同学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开课吧 给大家准备的六十节五官密码 实际书的系统课程 那今天呢 老师将继续新的内容 我们上节课讲到了眼睛的一些结构和眼神 包括怎么通过眼神看我们的心性 像我们之前谈到过 我们天之日月能朝万物 人之眼目能灼万情 所以说我们通过眼神呢 可以非常非常直观的观察出 此人是有情还是无情 甚至是这个人内心是好还是坏 他都是可以直接看得出来的 包括我们来讲几种神态 比如说什么样的是神藏 什么样的是神微 什么样的是神漏 什么样的是神静 以及什么样的是神锐 什么样的眼神是神和 如果对上一节课的内容还有所意义的话 老师建议你呢 先把上一节的内容给完整的 非常熟悉的给掌握 然后我们再继续听 如果说没有掌握的话就不要着急 那今天的老师将继续给大家带来 关于眼睛这个部分的内容 今天的内容呢 是如何通过眼神呢 看这个人的福录 以及通过眉眼呢 来看这个人的福泽 哪些人往往福薄运钱 首先 我们要教大家的是三大板块 第一看福录 第二呢 从眼的各个部位来观像 第三个到底什么样是好的眼像 什么样是坏的眼像 那一个人是否大富大贵呢 仍然需要其神的精髓 故相书以行为体 神为用 有神 有行 有行无神 为之虚花之局 是不会真正的发挥出其应有的实力 无行 有神者 可将不足之处 做短暂的提升 不过上上之局呢 是行神兼备 什么叫行 什么叫神呢 行啊 就是我们的眼眶啊 比如说眼头 眼尾啊 眼心啊 眼珠子啊 这叫形态 神呢 是藏于形态之中的 比如说你看到这种人 有惊喜的神像 有意气分发的神像 有悲伤的神像 这些神呢 他不是具体的某个部位 而是人的表情 以及他的情绪 在眼神当中 透露出这种情感 我们称之为神态 这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有好的形体 再加上好的神态 则可称之为行神俱备 也就决定着这个人 未来是否大富大贵 因为我们要知道啊 古人反复在谈 问贵看眼 问贵看眼 对吧 七尺之身不如三寸 三尺之面 三尺之面不如三寸之笔 三寸之笔不如一寸之眼 我们眼神的好坏 是整个五官当中 非非非非非常重要的 一个部分的 所以这点呢 必须要掌握的 那我们要知道啊 既然要观人 须行神俱备 那我们就讨论一下 不同的眼相 主宰着啊 什么样的命运 首先我们来看一看 通过眼的哪几个部位 来观相 首先眼神呢 大致是分为五大类 哪五大类呢 比如说眼头 大家知道眼头在哪里吗 眼头啊 黑金就是你的黑眼珠子 白金就是白的啊 内堂就是我们的下眼瞼这里 啊 以及眼尾 就是我们眼尾角这个地方 这五大部分 首先我们先看眼头啊 来 眼头 看到了吗 这个地方就称之为眼头 啊 其他这个就瞳孔 仔细看这张图啊 这张图大家可以 啊 这个专业的 跟眼睛有关的专业术语 可以详细的记一下 啊 包括什么是龙宫 啊 龙宫呢 其实指的是这个眼眶下面的一个骨头 称之为龙宫 啊 包括肋膛 眼眼睛下面肋膛 包括眼珠子啊 包括卧蚕 是在下面 卧蚕 包括肩门和鱼尾 啊 以及我们的眼头 以及我们的眼白 啊 白金 这几个地方呢 都是我们 关于 眼相的专业术语 这点记好之后 我们来看一看啊 眼头呢 视为眼部最外的部分 即上下 眼瞼交界的最外围 啊 它接近是我们人的鼻梁之处 那么看眼头有什么好坏啊 平直 没有纹路 即清秀的眼头 则代表此人当年的运势 胜家 且处于事业上的发展呢 非常好 不会有问题 什么叫平直 没纹呢 就整个眼头 这个地方 你发现没有 非常的简单 是平直的 平平的 啊 非常清秀 不杂乱 则说明 我们讲的是 眼相对应着人的运势 眼头 是35岁和36岁 啊 35岁 36岁 这两个部分 如果说 它的形状平直没纹 则代表 这两年的运势 是好的 你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 坚持 以及可能有贵人相助 帮助你这两年 提升你的贵气 明白吧 所以眼头 第二种呢 眼头来看一下 眼头带尖 这种带尖呢 啊 是往下垂的 哎 整个像个三角形一样 直接垂下来 这种带尖的眼头 本身在相学当中 再加上大眼神 这就叫做桃花眼了 桃花眼的话 为人性格啊 比较简单 异性元强 也特别容易招惹是非 所以带尖的眼头 配合上不好的眼珠眼神 极其容易有官死口舌 这些官匪呢 大多数是来源于自己的感情部分 甚至是利益部分 这两个部分 会容易去 有一些纠纷 尤其是以公务员为甚 明白吧 就眼头不能尖 眼头尖的话 有这个诉讼的 你就要 你就要小心了 在35到36 这两年之间 尽量呢 在老师说这两个板块 一个是感情 一个是利益方面呢 就有所准备 千万不要明明知道 这两年自己眼头带尖 还带下垂 还要给人起一些不好的争执 从而给自己带来一些灾难 这就是你没有提前规避了 既然讲到 提前能够预判到 我们人的行为就要发生改变 就要发生动作 那自然这个事儿 因都被掐灭了 那果自然就没有了 再看这个眼头 如果是太监 而下垂的眼头 为虚花之局 虽有大的收入 但支出比收入更大 多应于35、6岁时 眼头破损亦破财 那么这两种眼头 就明显不一样 眼头不减 就是有点砸纹 看到没有 砸纹路 而且不平满 而且有点往下 往下垂 太过于有这种棱棱角角的 我们之前在开口课 推广课也讲过 带肩带棱的都是有煞气的 也会影响我们的运势 所以说带肩下垂的眼头 也就意味着他在35、6岁这两年 他的财运是非常非常有问题的 再看黑金 黑金呢又名为瞳孔 又名为瞳孔呢 亦是眼的中央部位 也是捕捉我们影像的主要工具 也是反映人的质疑 非常重要之处 所以说左眼瞳孔中啊 左眼瞳孔称中阳 右眼瞳孔称为中阴 分别主的是37及38岁的这两年运势 那我们来看看 你看到没有 这个小朋友的眼神怎么样 你自己感受啊 自己感受啊 是不是黑多白少 黑金如漆 其人聪明进取 品性正直 做事呢有确切的目标 所以一生的运程不会差到哪里 35岁至40岁 此六年 为显耀公民之时 也就是说 如果说你早年的额像不好 霉像也不是最佳的 但配合上好的眼像 那你的运势就要沉寂到35到40岁 才会功成名就 才会好的发展 所以眼神是可以练出来的 老师呢也会在群里面 甚至是答疑的时候呢 给大家分享一些关于练眼神的方法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 可以帮助你把神器神态练出来 练到藏而不露 聚神而有光 有灵性 黑金如漆 明白吧 来 如果这个人黑金清澈 而且带光彩 就说整个人的眼神是有这种光彩外散的 这种图片是很难表现出来 但你如果看人的话 你可以仔细分析一下 老师教你怎么看一个人 眼神带不带光彩啊 很简单 也快这个过年了 聚集很多人 不论你怎么样 你就看你身边的亲戚朋友们 谁混得好 谁有钱 谁今年赚到钱了 你看他的眼神是完全不同的 眼神就会露出光来 这叫带光彩 没赚钱的 垂头丧气的 以及说很苦的 他眼神就很 庸 就浑浊 可能之前你能感受得到 每个人状态不一样 但是你总是说不出哪里不对 那今年 你学了这个课程之后 你瞬间知道 原来是眼神不对 所以眼神带彩代表其人 旺盛又聪明 不单可有丰足的衣食 更享有这个好的名望 振兴加业 所以说在2021年这一年 通过自身努力 振兴加业的 有好的名神的 赚到钱的这些亲戚朋友们 哥哥姐姐们 堂兄堂弟们 表姐表哥们等等 你会发现眼神带惨 带神光 非常秀气 非常有这种锐感 这就是带神 有才 再看黑金 你看 如果一个人的黑金浑浊者 什么叫浑浊 浑浊的意思 就是整个黑金 它黑的不够明显 它带点白 带点黄 带点青 这都是不好的眼珠子 你要仔细换掌 眼珠子 有的人一打眼望去 整个眼珠子黑 黑金如漆 漆黑漆的 那就很好 蠢 如果一个眼珠子 你能发现里面的瞳孔 你能发现里面这种外边 它那种外瞳孔 都明显不一样的颜色 这都叫浑浊之相 一旦浑浊之后呢 多有家庭不合 及行客之事发生 比如说 有官司呀 比如说身体欠家呀 比如说自己另一半身体 有影级 这些都是会影响到 自身的运势的 甚至 我们也讲 男友子次 子次方面也会受损 所以眼神的珠子 要练出来 黑金如漆 不能有浑浊之相 再看白金 白金呢 又叫做眼白 你知道吧 也就是眼珠子的白色部分 这个白色部分 主要看的是人的治愈及肝脏 以及脑部的发育状况 也可以关一个人的浮路 所以眼白也很重要 我们首先要知道啊 白金 如果是这种赤白色 成这种 这种 不是纯白 或者黄浊不清 死人 当下 或者说在那个年龄阶段 这个中阳啊 你看这个图片是中阳 这个部位 绝对碰上了难以解决的 烦恼产生的问题 这自然对一个人的情绪 和日常生活的素质 带来负面的影响 严重者可能还有一些意外之灾 所以说如果他的眼白有黄斑 有黄浊不清的东西在 这都是运势受损 被某一件事 所忧愁的 可能是子女工 再配上这子女工有纹路 可能就是被子女给 给折腾的不行 明白吧 如果说一个人眼白里面有黑质 这颗质呢 藏着的 虽主聪明 但是呢 却见如有桃花节 白眼珠子过多者 一生一遭凶险 什么意思叫白眼珠子啊 就是整个眼神当中 白多 黑少 明显眼白的区域 大于眼珠子 大于你的黑眼珠子 这都是一身凶险过多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来看看 我们分为三种眼啊 一种是下三白眼 上三白眼 还有一种四白眼 四白眼就形欲啊 以及这种意外灾害 非常严重的 什么叫四白啊 也就是说 眼珠子上下左右 都能看到白光啊 在中间的一颗啊 狐狸眼睛和柴狼柴暴眼睛 就是四白眼 主阴险狡障 主意外灾害的 主诡辩的 而上三白下三白呢 也是主其人内心下有些问题的啊 来 我们再看 泪堂 泪堂呢 卧于什么呢 位于我们的卧残之下 进男女宫的位置 什么叫男女宫啊 我们也叫做子女宫啊 这是叫法不一样 男女宫其实就是 儿子和女儿的宫位 叫子女宫位 主要呢 看的就是这个人的子孙缘分 及子孙的福禄 泪堂这个位置 也是以平满如镜 无杂文啊 为集的 我们来看一看泪堂 这个人如果其泪堂的线文丰厚 也就是他不是杂文 他是整个有线文非常 他们细条线文丰厚 主其人的儿孙啊 福禄昌盛啊 再看人中非常深厚 则代表自己的子女啊 是是是生活状态呀 包括发展的是非常不错的 而如果一个人内堂低线 什么叫低线呢 就整个卧槽下面 这是凹进去的 又带一些清黑气息 或者一些罗王文者 则男有子女缘 哪怕是你的子女 要不就给你添麻烦 要不就给你找事干 要不就天天不听话 要不就叛逆 要不就不归家 要不然就见不到 要不然身体有问题啊 应在多种方面 所以我们简称叫做男有子女缘 就是内堂 而内堂长制者呢 文路出身而长 或有恶制的人 也是代表着男有子孙伴 老到终身的这种感觉 这颗恶制是不可以 所以内堂不能有这种制 内堂长制 从情感上来讲 如果是女孩子啊 也会经常容易为了男人 而掉眼泪 受伤 受委屈 最后呢 我们再看说眼尾 眼尾呢 其实指的就是上下眼瞼的交接处 并贴定于耳朵的位置 男呢 左边是主的39岁的孕齿 右边呢 主的是40岁的福禄 右骑因为接近夫妻宫的位置 所以故也可以看夫妻间的关系 所以就尖门眼尾啊 眼尾 那眼尾十字文 我们之前谈到过啊 这个这种眼尾 这种十字文啊 这种小的这种咔咔咔这种纹路啊 我们之前在开课时候也谈到过啊 这种就是有暴力倾向啊 婚姻特别不完美啊 夫妻之间常常有争斗啊 甚至是如果是交叉的纹路很多 离婚诉讼的可能性也很大 明白吧 那如何才算是一对极眼呢 相书中有云 妙相之法在何方 观其神器在学堂 若人认得神与气 富贵贫贱贱当神亮 一点真兮一点真 悟了方为善向人 不真如魂梦里 徒劳两眼去观人 所以说神就是眼神 气就是气色 若人识得神与气 富贵贫贱贱当神亮 直接可以判变这个人的富贵贱贱贱的等级了 来老师给大家做个总结 一个人眼睛大代表聪明 但是问贵少浅 纵有千般残疑 但不能显贵 所以说贵指的什么 古代人为贵就是官权 不能当官 眼睛大虽然聪明 灵动 一面的那一墙 但是难有心机和臣服 有时候善于把自己的情绪和不满 直接显入在脸上当面 不能以退为进 不能隐忍 所以说这都不是有贵向的 眼眶暗黑 色欲重 为什么呢 尤其是下眼瞼这个位置 下眼瞼我们常谈到 下眼瞼我们子女工 你想想 本身也就是主的我们情欲方面的事情 这种出现四周黑色黑气者 也主色欲过重 如果鼻头低垂更甚 这都是主于运势不好 有阻碍 天天这种搞多了 不太好这种气象 如果一个人神弱 就像老师这样 无神 而且是什么呢 这个给人感觉整个人的气色神态非常差 那此人在三十五岁到四十岁之间就要防小人破财和伤害 运势不起 不得贵人主 昏昏噩噩 拥入这五六年的时间 很可悲了 所以呢 总体来说 吉项啊 首先 继续听啊 有几点 这个必须得熟练记住 第一 形态秀 秀细长过目 所以说眼 我们的眉毛要长过目 啊 细长过目 黑白分明啊 你的黑金和白金必须非常清澈 阴阳啊 日月之星吧 神藏 就一个人神不能吐 不能感觉天天神神气这么玩漏 藏不住 神藏不住就代表心里藏不住事 啊 没有隐忍 对不好 神清澈 这个人整个眼神没有杂志 非常清澈 代表内心的纯净 啊 内心的这种善良啊 纯朴啊 以及这种心净啊 非常高 而且尖门润滑平阔 尖门就我们的眼尾 眼尾这个地方呢 平阔 没有杂纹啊 黑气啊 斑啊 田宅宫 风龙广宽 就我们眼皮这个地方 我们上次讲过眼皮 要丰龙广和宽 则 极相 眼成 明白吧 明白没有 好的 讲完了极相 我们再来看看什么叫凶相 凶相呢 为什么 凶相为神漏 就眼神 哗都露出来了 怒目 就天天跟瞪着眼珠子 像瞪着一样的 四百眼 眼珠子周边露四种白 眼的距离过近 心眼小啊 眼距离 眼距离 看 挨太近了 赤目灌金 赤脉灌金 整个眼珠子 有两条红血丝 直接灌到了你的眼神 闻过尖门 整个眼角下面有纹路 有疤 砸纹 就闻过尖门 眼白有质 犯桃花节 眼睛破损残缺 圆眼 什么叫圆眼 圆眼就是笨的意思啊 太呆 邪视 眼神不正 心性不正 眼发黄色 眼秃 眼凹 内堂线 三角眼 四百眼 这都是凶效 这都是为你的运势 带来灾祸的一种体现 所以说人的心境不改啊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 会直接呈现出你的状态来 所以眼神观眼便可知人富贵 观眼便可知人吉凶 而眼神是我们外在的个体现 本质内在上 还是你的心性修为运势 受到的阻碍 原因在于 可能自己的智慧不足 可能点子寸 八字运势不好 等等一切 在你的脸部呈现出来啊 明白吧 这就是内在表里的个呈现关系 所以呢 老师这次给大家做一个本节知识点的梳理和总结 我们讲了什么是眼头 眼头在哪里 黑金是什么 白金是什么 内堂是什么 眼尾是什么 以及每个部位 每个细节 比如说我们的黑金要黑多白少 对吧 黑白分明 我们的内堂呢 代表子女工不能有杂纹 我们的眼尾呢不能有十字文 代表的感情 以及我们眼头呢 要平 没有这种乱文 直 代表为人的这种性格啊 各方面的财富运势啊都不错 同时眼睛对应着是35岁到40岁之间的运势 少阴少阳 中阳 中阴中阳 太阴太阳 四种阴阳 二气 以及 什么是吉相 什么是吉的眼神 什么是凶的眼神 哪些眼神不好 好 那我们本章之典呢 就讲的是这几个 下节课老师给大家讲讲啊 怎么通过眼睛 看健康 观眼变质健康 眼神有问题 就小心健康 亮红灯了 我们下节课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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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